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念佛 来求生净土 那真的是高明啊 不但往生 上上平往生 这个就是 相佛分别我之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相佛呢? 我们见宗法门的人就用一句佛号 分别念头才起 阿弥陀佛把它压住 就没有了 换念头 古人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倔持 念头起 不怕 要旧 一句佛号就是旧 一句佛号就把那个妄念换过来 那一念换成阿弥陀佛 这叫慧运功 这叫真实功夫啊 平常忘念起 那是当然之错 我们凡夫无量接来 烦恼习气 根深蒂固啊 不要说外头有因缘 有缘勾引着他 没有缘 他自己也会起来啊 起来不怕 怕的是转得太慢了 怕这个 要转得快 一起来 离开就转了 这叫功夫啊 这叫得累了 这样念佛 决定往生 这样念佛 就是无上正等真求 虽然无上正等真求 你并没有正等 并没有现前 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向着 无上正等真求这一条路上去走 没错 虽然没到 他方向正确 目标正确 这也可以说 他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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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